竟然直接用起重机冲车进去 把山水水泥总部的防盗门给冲开 整面墙都被他冲破了 在破城之后 黑衣人还冲进去暴打里面的保安卸份 这场墙总部闹剧 简直就是香港黑社会电影的翻版了 感谢金竹爸爸钻石妈妈 谢谢你们 支持Amy可以加入100元小的赞助会员 想看深度缘就专属影片是要加入300元的会员 我们也欢迎金竹妈妈大力支持 不要在手机APP上加入会被抽苹果售 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最近港股市场上最惊爆的事件 就是当着全世界投资人的面前 有一只叫做天瑞水泥的股票 在15分钟之内 全世界投资人众目睽睽之下 他在港股的挂牌价格 从4.92港币暴跌到0.035港币 就在15分钟之内 这家公司的市值从100亿港币变成了1亿 暴跌了99% 这就好像你拿了100万本来要去买爱马仕的包包 突然呢 这100万就在你面前变成了1万块 看看这精美的一分钟K线图啊 这根本就是赞叹地心啊 当天呢天瑞水泥收盘的时候 从0.035港币反弹到0.048港元 你不要看只反弹了一分钱而已哦 可是他其实是反弹了37%呢 当天港交所呢就立刻把天瑞水泥给停牌了 那整个香港股市都在讨论这一桩起案 不会是有人砸盘报复吧 而当我一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的心头意尽 因为我第一个想到的人 就是台湾远东集团的董事长徐旭东 不不 我不是说砸盘的人就是徐旭东 而是天瑞水泥的仇家呢其实真的很多 而徐旭东就是其中最有仇的之一 徐旭东跟天瑞水泥之间的纠缠 已经是史诗级的事件 如果要列嫌疑犯的话 我相信港交所会考虑把徐旭东列在里面的 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确定的消息 指出大跳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那这件事呢也就众说纷纭 疑点实在太多了 非常的惊悚 首先呢天瑞水泥是港交所上市的水泥股里面呢 市值排名第三大的公司 它就排在中国建材和海螺水泥之后 但是呢天瑞水泥的股票 平常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在交易 就像是鬼屋一样阴森森的 由热心的中国股民制作了天瑞水泥 每天的成交量表格 我们可以发现啊 它的成交量每天只有几十万股 那乘以它原本正常的股价每股四块钱呢 那就是每天它只有几十万到几百万港币的成交量耶 蛤很多人一天股票交易量都比这个交易量高吧 你的成交量却只有几十万港币 这就是一个鬼屋一般的股票 平常都没有人在交易 没有人气在这边经过耶 然而就在宇宙大跳水的那一天 天瑞水泥的成交量突然从平常的几十万股 暴增到2.8亿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天瑞水泥的崛起呢 可以说它也是一个传奇啊 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出身河南贫穷农家的青年 他叫做李留法 但是呢他并没有留学过法国 他在河南大学是念中文系的 而在学校毕业之后呢 他就回到老家跟几个老乡一起经营铸钢厂 那这个人很有办法啊 他在25年之间呢 就用这几个农民手上少少的这个资本金 不断的把生意扩张开来 他的驻钢厂就做到了中国企业的500强 横跨钢铁水泥旅游和煤电铝四大事业体 总资产是超过了500亿人民币啊 这也就是天瑞集团 那天瑞水泥呢 就是天瑞集团的四大事业体之一 那天瑞水泥去年的营收是79亿人民币 也就是300多亿到400亿新台币之间 诶那为什么这么大的一家公司 他每天的成交量竟然只有几百万新台币呢 这就跟徐旭东有一点关系了 过去呢我们曾经做过远东集团 在百货事业上面兵败中国的影片 非常受到欢迎 那一集影片呢我是边录边笑 因为徐旭东年轻的时候啊 口眉遮拦爱喷人真的是非常的爆笑 他在台湾商界是著名的火爆浪子啊 连以前马英九的经济部长施言祥 他都敢当面喷人家 诶可是呢徐旭东近年来脾气变得非常好哦 应该就是因为在中国受到了教训 整个人都有变成熟吧 远东集团最早几个事业体里面呢 亚洲水泥是很重要的一块 在1997年呢 台湾政府开放了水泥产业西进中国 当时中国正是大基建啊 房地产带动的这个基础建设年代 水泥钢铁建材这些公司 早年呢就是最重要的中概股 而徐旭东呢 他就带着他的亚洲水泥 这个远东集团的老牌公司 他就带着亚洲水泥到了中国 在江西省盖了亚泥在中国的第一间工厂 哎你要知道中国市场实在太大 你自己一间一间盖工厂实在是太慢了 所以呢 徐旭东他就边盖厂边被购公司 他去买中国当地的水泥公司 他在湖北啊在四川啊 他都买了水泥公司 那因为被并购的公司 他本来就有很多工厂嘛 所以呢亚泥就发展成了在中国 东南西南华中四川到处都有水泥工厂 和分公司的一个水泥集团 哎那你想想看他到处都有公司 还缺了哪里呢 当然就是中国北方的华北和东北市场啦 于是呢 徐旭东就看上了一家叫做山水水泥的公司 这个山水水泥呢 就是在山东省和辽宁省最大的水泥公司 那这就非常符合他的需要嘛 只要能够拿下山水水泥 雅泥就可以大部分覆盖中国市场 他可以问鼎中原啦 所以呢雅泥从2010年开始 他就陆陆续续的买进山水水泥的股票 徐旭东呢他打算花30亿人民币 取得一个有影响力的股权 就可以开始慢慢影响公司了 一开始呢徐旭东还非常有信心的说 这个是一个good investment 没想到呢到了最后却是满满的 resentment 就在徐旭东买进山水水泥的股票几年之后呢 在2013年山水水泥内部呢 就爆发了非常激烈的经营权大战 山水水泥家族的二代接班之后呢 他就发了两份文件给公司的七个大股东 还有拥有公司持股的员工们 他说什么呢他说哎你们全部退股吧 公司今年要用来分红的钱我就不分红了 这笔钱呢我就拿来把你们的股票买回来 你就八折卖给我 我分三次我会在十年之内把你们的股份全部都买回来 哎请问一下他这个条件你听到了以后 如果你是这个股东你会卖吗 八折的股价卖给你到底是凭什么啊 你要跟我买股票你应该是要出更多钱来买啊 不然请问我为什么要卖呢 这个创始人家族他们这么强硬的做法 股东跟员工都受不了大家都炸锅 于是呢他们就把创始人家族告上了法院 哎大家知道哈有股票的员工其实都是老成嘛 他在公司很久他才会买公司的股票嘛 而创办人家族呢他弄到老成都跟他翻脸的话 他之后就叫不动这些老员工了 叫不动老员工他才怎么经营公司呢 他要叫人都叫不动啊 结果呢这时候创始人家族想了一个非常猪头的办法 他跑去找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中建材 那他就希望呢这个中建材可以帮我一把 那我要做案子我叫不动老员工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来帮我做案子呢 于是呢这个创始人家族呢 他们就把他们手上的股权 卖了一部分给这个中建材 结果呢搞到他自己手上的股权不够了 只剩下百分之二十五 哎徐旭东看到了这件事情 简直是天赐良机啊 中建材可以帮你我也可以帮你啊 于是徐旭东就开始继续大买山水水泥的股票 他从百分之十三的持股 一路买到百分之二十一的持股 都非常逼近创始人家族了 那原本的老陈呢正在对抗这个创始人家族的大老板 没有想到竟然还有人跑来要跟大老板联手耶 瞬间呢老陈们都快要崩溃了 于是呢老陈就跑去找天瑞水泥这家公司来求救 老陈们就说哎我手上也有股票 那如果你也买股票的话呢 我们就能联手来对付大老板和徐旭东的组合 结果天瑞水泥这个老板李留发呢 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他也非常的心动 结果呢他也开始大买山水水泥的股票 一买呢竟然买到了百分之二十八 徐旭东想要吃山水水泥 没有想到天瑞水泥杀出来成为了山水水泥的最大股东 股权比他还要更多呢 老陈集团呢有了天瑞水泥做帮手 他们就用这些股权发动了三次临时股东会 把创始人家族完全踢出了董事会 改选天瑞水泥的这个李留发担任董事长 而被踢出董事会的人当然也包括了徐旭东啊 哎徐旭东在台湾是商场火爆浪子 他要骂谁就骂谁 你有没有搞错啊竟然敢跟我抢公司 结果呢创始人家族和徐旭东派系的这一派人马呢 他们就坚决不离开公司霸占主席台 霸霸霸霸霸 我公司就是不交给你 好这边不愿意离开公司 可是李留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是河南农村出来的人啊 他什么都没有他可以拼到中国500强 你不离开公司你霸占总部 好我就落人来 就在2016年的4月8号凌晨 天瑞水泥的代表带着新选出来的董事会 还有他们派系的员工 他们还带了黑衣人过来 总共500个人浩浩荡荡荡 就在山水水泥的总部大楼门口 想要进去强制接管山水水泥 想要把总部整个抢过来 这500壮士呢 他们不但把警卫给打跑了 他们还用铁条铁锤木棒去砸大门 捡起地上的石头去砸窗户砸玻璃门 没有想到山水水泥他们用的这个防盗门窗品质实在太优秀了 第一次攻坚竟然失败这个工具不行啊 就打不进去 于是呢 天锐的董事和黑衣人他们居然弄来了起重机 当成这个工程锤 竟然呢直接用起重机冲车进去 把山水水泥总部的防盗门给冲开 整面墙都被他冲破了 在破城之后呢 黑衣人还冲进去暴打里面的保安卸份 这场墙总部闹剧简直就是香港黑社会电影的翻版了 最后呢是靠着济南公安局出动大批的警力到场震报区里天锐的人才离开 买个公司竟然买到黑道上门砸店演出全五行 这应该也是徐世东人生非常精彩的一页吧 讲到这边我觉得他以前骂经纪部长那些事情 现在看起来都好鸡毛蒜皮喔 那天锐水泥呢他杂电不成抢不来公司 李留范他就非常的烦躁 于是呢他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他说呢我现在要做一个公司的增资 这个比以前创始人家族要跟我八折买股票还要更过分耶 于是到这个时候老陈们就发现 其实这个天锐水泥这个人也不是要来帮我们的 他其实也是想要来抢公司的 当老陈大彻大悟原来天锐水泥也是坏人之后呢 徐旭东倒是非常开心的站出来 他说哎钱能解决事情都是小事 他说他愿意用一股4.4块港币来收购这个老陈们的股权 哇老陈这下子可开心了 全部的人里面开价最高的人就是徐旭东 这个时候老陈们也打得非常累了 于是呢他们就转而支持徐旭东 终于亚洲水泥呢就重返了山水水泥的董事会 看到这里你觉得天锐水泥这种农家出身的狠人 他会善罢甘休吗 当然不会啦我都跟你缠斗了快要10年 我怎么会放过你呢 就在徐旭东开心主导新董事会的时候 天锐水泥竟然向山水水泥这家公司的注册地 开曼群岛的法院呢他们就向开曼群岛的法院 申请要清算这家山水水泥 己方人马长时间恶斗下来 没想到最后地头蛇还是赢了 天锐水泥的上诉成功了 开曼法院判决是要清算山水水泥这家公司的 到了这个时候徐旭东简直快要崩溃了 我钱也给了价也打了 我年纪轻轻的来现在我都老了 好不容易入主了公司 竟然公司要清盘嘛 这就逼得雅尼做出了非常罕见的商业上诉 因为我们知道开曼群岛是大英国邪的成员国 那对于成员国的法院判决如果不服的话 可以向英国伦敦的这个书密院上诉 因为他们都是大英国邪的成员嘛 所以这场官司现在已经告到了英国的书密院 那这个已经纠缠了十多年的山水水泥案 徐旭东2010年买股到现在都没有最终的结局 山水水泥的年报上面说这个经营权的问题 到现在是悬而未卷 那这家公司它本来是一家可以帮助雅尼 进入中国北方市场的最佳并购选择 然而到了现在公司的经营非常的混乱 股价也掉了75% 几方人马花大钱买股 但是现在这个股票已经不值钱了 雅尼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拿下山水水泥 但是天瑞水泥呢同样也吃不下来 四方人马激烈的纠缠了十多年 天瑞水泥自己的经营情况也是每况愈下 尤其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爆发危机之后 水泥产业更是举步维艰 你想想看在水泥产业最好的时候 这几个人都在打架 打到黄金年代都过去了 那到了现在抢这家公司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知道徐旭东心里觉得呢 到底是他在百货公司上面跌的交比较痛 还是在山水水泥这件事情上跌的交比较痛呢 我们作为外人真的很难判断啊 感觉都非常的痛 这个如人饮水可能只有徐旭东自知了 所以啦大家觉得天瑞水泥积家公司 被人在股市上面砸盘 你觉得大家会不会涨到徐旭东呢 在宇宙大跳水事件过后呢 有人发现呢当天被卖掉的天瑞水泥股票呢 其实都是来自一家叫做中维金融的公司 那市场上就有很多人推测啊 很有可能是天瑞水泥的老板李刘发呢 他把他的股票直押给中维金融 但是呢他很可能就没有钱还利息了 或者是他有其他直押的股票大跌爆仓嘛 所以呢还值钱的这个天瑞水泥的股票呢 就这样被倒货到市场上面换钱回来 然而正常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交易这么大量的股票 通常我们会去找一个愿意接盘的人 然后在盘中呢 巨额交易就是双方对敲股票 就是我这边的股票你那边就接过去 那如果你没有巨额交易的对象 那你也应该要观察市场的价量情况 慢慢的把股票卖掉 你不能这样一股脑的倒下去吗 不然你就会把股价这样打到倒地啊 虽然市场上都是这么褪色 可是我觉得呢 稍微有一点点股市经验的人 都不会做出这么离谱的杂盘交易 所以其实呢我还是倾向 我觉得这里面呢 应该还是一定有贵的 当然啦我相信徐世东现在已经变得人很好了 应该不是他杂盘的吧 好本周的会员影片呢 我们讲了全球股市大暴跌 到底是为什么呢 跌跌副修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敲底呢 其实我自己在四月五号的会员影片呢 我就有公开的说啊 我要卖掉一半的股票了 那到底为什么这次我可以幸运的逃顶呢 我觉得其实出现这个大跌呢 都是会有一些征兆的 那我会把我怎么看后续的股市啊 还有大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逃纳 应该要如何处理这些资产呢 那这几周的会员影片 我都是在讨论这些问题哦 那如果有兴趣看的同学呢 你可以订阅我们频道的会员 就可以看到每周精彩的讨论了哦 喜欢我们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加按下喜欢 那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